京北市板球有男子二月份才在府中路 因為這個稀食毒品遭到遠景查獲 想不到事隔兩個月 這一名男子日前臨前 他騎前U-Bank又在同一個地區 被同一批遠景給逮動 那麼當時他是一派輕鬆跟遠景來敘舊 甚至是主動打開自己的背包給遠景來檢查 原來他的毒品包就藏在自行車的置物欄裡面 最終還是逃不過警方發言 男子一派輕鬆和遠景聊天敘舊 原來早在兩個月前 他曾被同一名遠景抓到藏毒 這次又被攔 男子和警方閒話家常 還大方掀開自己的背包 主動給遠景檢查 還以為就此逃過一劫 但眼尖遠景手電筒往置物欄移照 馬上露顯 支支吾吾卻更顯可疑 因為牛皮紙袋裡就放著15包毒品 當場人贓聚貨跟上回同樣劇情 兩個月前謝姓男子才在新北板橋府中路 被同一批遠景抓到 私信不改又再花了6000元 買20包哈密瓜粉毒品來吸食 一查之下才發現 他射有多起毒品及槍炮前科 犯嫌屢次其優拜在運毒品以為能躲過藍茶 這回又在同一個地區被同一批遠景抓到 這樣的孽緣也再次讓男子被依法送辦 記者洪少璇無上限期的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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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